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 新农村 华西村失败了 破产 破产了 附带400亿爆雷 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 完蛋了 当年的华西村是多么的风光啊 现在的华西村就是多么的凄惨 曾经家家户户住别墅 配豪车的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 我当初我以为中国这个住别墅啊 其实中国这个住别墅在美国 就是个hose 美国家家户户住这个hose 终于因为400亿爆雷破产 改革开放的初期 中国很多地区因为饱受贫困之苦时 华西村成为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典型 但是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标杆 逐渐退化成原华西村 书记 吴仁宝的家天下 说白了就是搞独裁了 就社会主义开始搞独裁了 就是叫吴仁宝 村书记 华西村 华西村 损弱的命运 就不可避免了 哎呀 我早就说过 你的经济 你搞独裁能行吗 你只要是搞独裁 那就不行 只要是搞公有制 公有的企业 那就不行 那就搞不了 对不对 你搞什么村里面 集体企业 那是绝对不行的 集体企业都吃大锅饭 你你认为谁会出力啊 多劳 多劳 少劳都一样得 那谁还想多劳 真的是 对不对 资本主义是符合人心的 资本主义是说 你呢 还听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这 中国这叫什么呢 他不是给你平均分配啊 主要是分配给领导 他不是分配给你老百姓的 中国的 知道啥意思 啊 这个华西村到底有多么牛逼呢 曾经呢 他有多么牛逼呢 先说一下 村庄的面积是35万平方米 人口3万左右 村庄内有高速公路 有航道 有隧道 有直升机场 这在美国算个啥 美国 美国几乎村里面都有高封厂 这小小的村庄 还有一个有名的景点 就是那个 八十多个景点 最高的建筑是华西金塔 高度九十八米 十七层 另外呢 他以前也传过 就是说 这个村呢 村民结婚 直接就是送那个 老师来似的 就是说 这村里已经有钱到这个地步了 但他为什么完蛋呢 具体的来讲 他是一个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什么概念 他们这个村有一个集团叫华西集团 这个集团已经负债接近四百个亿了 但现金只有七十亿 他的利润呢 只有零点五五亿 基本就完蛋了 他是被什么呢 名义上是一个集体所有制 他实际上是被华西村的这个村 村支书啊 书记 吴家 就是这个家族企 就是这个家 他家的 然后私人企业嘛 他家的私人企业 爷爷死的传给熬子 熬着死的给孙子 就这么个东西 他就这么个东西啊 因为一开始发酵的原因是华西村 相当于共产党他要搞一个样板 就是说 你们老时候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不行 我给你弄一个样板 你看我们的样板 这个村多么好 实际上这个村 主要发家是因为那个优厚的贷款 他主要是靠贷款 因为国家嘛 给他的贷款是比较那种优惠的 他有什么政策都可以先干 而且订单呢 都是先发给他 明白啥意思 就是说呢 他是中国嘛 社会主义嘛 他就是想装点门面嘛 你就跟那个朝鲜人呢 平壤啊 你一到那个平壤他会搞一个叫做 示范性农村 你到了平壤那个示范性农村呢 你看也还行 包括平壤也有高楼大厦 平壤也有平壤平壤那个楼盖的还是有点好看的 你要是去 你看卫星地图你就知道了 但是那都是表象 那都是假的 知道 都是所欲给你外国人看的 中国也是 中国你到北京上海 高楼大厦很高啊 高楼大厦很高啊 实际上呢 实际上啥都不是 实际上这个高楼大厦的背后就是城中村 就是南泥地 你像说上海北京什么 北京我也去过 上海我也去过 你要是在北京 你你北京的话稍微开车一个小时吧 你就能看到那个破不垃圾的道路跟那个 房屋了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泡不垃圾 它的路真的烂透了 说白的都形验工程 北京什么长安街啊 北京什么 我当时住在北京是在清华北大方面有个无道口 我在那边住 我看了也不行 跟美国没法比 真的 取乱斗说中国什么基础建设 说什么比美国牛逼 牛逼什么 你对美国真的是懂美国嘛 美国在遥远的边就是说小镇都有高速公路 美国几乎哪里都有高速公路 还有免费的 还有一个在遥远的小镇有机场高尔夫标配 家家户户游泳时 尤其是加州游泳时还算少一点 如果你离开加州到美国那个别的州 或者说那个乡村吧 家家户户游泳时 真的这都不算是 哪个美国家家别墅 家家汽车 家家是那个门口就是道路 10分钟就是高速公路 然后就机场 机场就是全世界飞嘛 之后就高尔夫 标配 然后公园 到处都是公园 美国到处都是公园 公园里面然后棒球场 你太多了 这在美国算个啥 这美国要是办一个村到中国 全叫华西村 哎 村口里那个 那算个啥 就这什么 说这个村八十几个景点 还有什么 那个别墅 就你看 我都看了 就华西村这个 华西村这个别墅 别墅你看 华西村这个别墅 别墅 他这个你看 一排的整齐的 跟美国怎么比 美国任何一个村 乡村的跟他村 那别墅都比他省齐 都比他好看 前面就是路 后面游泳池 说不定还有船呢 美国太多了 你让弗龙里达 德州什么的 船也很正常 美国 那怎么压着 我就见过 这家户户 一大片了 那个就湖边的 一大片的船 开一个chark 然后后面那一个船 那没法比 你的天下第一村 村什么村 你跟美国 你就说 中国有几个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运动 在美国 算是一般的中产阶级 都能玩得起 真的 在中国可能高尔夫一看 我走这里 不得了 美国都可以 美国中产阶级可以 你想玩的话可以 差距 差距 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跟美国没法比的 没法比的差距 所谓的天下第一村 还不如美国一个阵呢 不如美国一个阵 拜拜 拜拜